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運籌管理系副教授楊壽玲 我們的研究主題是多元環境加值下 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態度 還有海洋環境友善行為之間的關係 參與這個研究的還有另外兩位老師 分別是監工校區工業工程管理系的楊富強老師 還有南子校區海洋事務管理研究所的高瑞宗老師 我們的分工方面就是楊富強老師會提供一些分析工具和方法 高老師會提供海洋有關海洋事務相關的知識 由我負責資金整個計劃大概的主導工作 現在的氣候變遷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全球暖化 可是我們藉由過去一些文獻 我們發現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 還有他具體表現出來的海洋環境友善行為之間是存在落差的 怎麼說呢 比方說他對他認為氣候變遷的問題很嚴重 可是他們並沒有對環境做出一些相對友善的行為 我們希望了解說這個他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 還有環境友善行為之間的造成這個落差的原因 我們這個計劃的內容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理論的建構 我們是依據計劃行為理論作為基礎 我們建構了一個我國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 還有他對於環境友善行為之間的一個理論模型 這個部分已經完成了 那在於實證的部分呢 我們是利用調查的方式 依照我國的人口特徵 我們分成六大區域進行調查 那因為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個部分的工作有比較延遲 可是已經在九月的已經完成了 目前正在進行調查資料的分析 還有估計的工作 本計劃主要的目的是要探討 是民眾他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 還有他所展現的環境友善行為 包含了對政策方面的支持 那隨著氣候變遷問題越來越嚴重 其實各個國家都非常重視這樣的議題 尤其是近期歐盟甚至制定了邊境探稅的科徵 那以後我相信我們的政府 勢必也會跟進 所以事實上 事先深了解民眾對於這方面的態度 有助於以後政府對於相關政策的制定 還有避免一些資源的措置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達成的 甚至以後的研究的目標